很多人刚来洛杉矶打工的时候就会选择租一个经济实惠的单间来住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样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咱们今天看的是一个房东自己改的房子 把一个独栋的别墅分成了四个出租单位 外面可以停四辆车而车库里可以停两辆 再加上路边可以停车所以车位的问题是解决掉了 下面咱们来看第一户每一户都是独立出入的 这个真不知道房东是怎么想出来的确实是厉害 这个是正门进来也就是一个原始的结构 包括两个客厅一个厨房卫生间 而且这户还带一个院子 所以是两个卧室两个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再加一个院子 这户大概可以租1600美元 咱们看它这个角落里还种的仙人掌的这种果实 这都已经是成熟了 这里就是第一个单位的卫生间还有两间卧室 所以对于租客来说一家人基本上是够用了 咱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单位 第二个单位就是原始结构的主卧 只是门不是从这里进的 而是从院子的一侧 可以绕到后边来进这个主卧 并且额外的旁边还有一个屋子就是作为客厅 所以是一房一厅 咱们再来看第三和第四个单位 是从院子的另一侧进来 咱们先看第三个单位 这里就是一个一房一位 并且还装着独立的空调 第四个单位比较神奇 首先要进这个车库 在车库里面有一个门 这其实就是原始结构进家的门 进来了之后有一个挑高的客厅和厨房 这个其实就是原始结构客厅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洗澡间 然后顺着这个楼梯上原始结构的二楼 它把它做成了一个卧室 所以它就是一室一厅一厨一味 这样一感原来能租三千 现在马上就能租六千了 房东的智慧是无穷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您的关注 下次咱们接着聊